一年中吃冷面最多的季节来了 和热汤面不同 冷面的凉爽但又不失鲜美 是这个季节最好的搭配 即使也热的是不价米饭 冷面也是解救味肠的美味佳肴 准备的原料 面条上蒸笼 开水中大火蒸10分钟 水烧开 加少许的盐 下入蒸好的面条煮开 过两遍凉水 再倒入蒸笼过滤掉水分 加入二勺香油拌匀 冰箱冷藏 土豆 胡萝卜去皮 金椒去籽 绝不切丝 土豆丝过两遍清水 再加清水浸泡 热锅凉油 加入胡萝卜 金椒丝 加入土豆丝 大火翻炒均匀 加少许的盐 金水烧开就可以 做好的冷面 再加上炒好的三丝 加上生抽 花生酱 辣油拌匀就可以 再搭配酸甜的拌萝卜 香辣卤鸭式 来杯酸奶 完美 了解